大家好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 大型文化收藏节目 《华山论剑》 我是主持人年年 欢迎您收看 掌声有请《华山论剑》 专家团的各位老师登场 现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店主朋友们 欢迎大家 首先还是让我们掌声请出 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 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主持人好 怎么称呼呢 我叫珍珍 珍珍 带来的书画 我们还是通过大屏幕 先来看一下吧 金鱼 对 是汪雅臣的 汪雅臣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 来过几次 有汪雅臣的真迹 也有他的尾座 价格就是从几万 到几十万不等 那您的这个藏品 是自己收藏的 不是 这个是我爸爸 在我18岁的时候 送给我的 我一点都不喜欢 啊 书画都是老年人喜欢的 来 现场有两个年轻的 这个画呢 它是属于一个艺术品 它是具有一定的生殖空间 而且能培养你的兴趣爱好 陶冻你的情仓 我觉得咱们不能以咱们现在的眼光和审美去判断咱吃饱人的心态 是吧 什么年龄干什么事 所以人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阅历的积累和周围文化的这个氛围的影响 你这个审美呀 眼光呀 境界随之提高 年轻的时候可能就是喜欢漂亮的衣服 首饰包这样的东西 对啊 所以你可以先爽几年 然后过两年再后悔 我当时就被真卖 首先那个咱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对啊 加 采用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20万 对 觉得能值20万吗 应该值吧 请专家老师辩假时针 有请 黄老师 你有送过闺女书画吗 有啊 闺女怎么说 她是勉强接受啊 你看她不是这个心理啊 但是我想我肯定以后会慢慢告诉她的 只有书画 她是唯一的 无以稀为贵 越放越真直 你看 像这样的汪亚诚的金鱼图 如果是真的呢 那么肯定只有这么一件 关键你要会看 这就跟书画的真跟假有很大关系了 如果你懂得真跟假就会审美 就会看这个书画难得在哪里 好在哪里 意境在哪里好 所以我要讲汪亚诚 这么一位书画家 他也是与众不同 他是一位中西奸善的大画家 既会画西洋画 又会画中国画 那么在他的这个中国画的表现里面呢 很多有西洋画的一些技法在里面 比如 你看他画这个金鱼 好像是一个迂回的在游动 有这么一群 那么我看到很多造假者画的金鱼呢 他就迂回不好了 他画的一盘上沙 整个画面就是乱的 所以一眼就看就是假的 还有 他这个画里有笔墨 他主要是你看墨块为主来表现 个别的地方 加在一些小线条来补充 那么墨块跟线条组合的状态是非常好 造型比较生动的 一看就是活力活现的这个金鱼 所以我们也能看出真跟假 那么经火鉴定 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赞品 你看他这个用的墨非常到位 墨块一笔都是一个结构在里面 那么画好这个墨以后的个别小线条 非常虚灵的 若有若无地把这种水中的金鱼 神丸气足地表达出来 黄丁老师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既然是汪亚成的真迹 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但凡是涉及有这个动物题材的 比如说齐白师的虾 然后就打开话你就数吧 一只多少钱 一只一两银子 一只十两银子 这幅画上我刚才数了一下 九条金鱼 这个钱怎么算呢 汪亚成已画金鱼文明 然后他 能按个头算吗 他这个关系不大 所以我给一个报价吧 第一个店主报价是 六万 价格不高啊 因为这个汪亚成啊 他画的鱼是比较多的 其他店主呢 那个咱讲一讲汪亚成这个画家 像汪亚成的金鱼 徐悲鸿的马 齐白师的虾 他号称在近当代是发坛的山绝 那为什么他的这个金鱼卖不过人家的马 人家的虾呢 因为他长期旅居海外 所以说国内呢被世人都慢慢的都遗忘了 宣传力度也不够 这给投资艺术品这一个巨大的一个潜力 也就是可以简陋的一个地方 我呢 原来刚才那个甜甜的在讲了 一条金鱼 我是有价格的 有人按条算了啊 第二个店主的报价是 九万 一条一万块钱 因为我以前是学这个夕阳画的嘛 所以看到这幅画的话 你看这个金鱼既借鉴了这个西方 我们当时学的这个写生 又融入了咱们中国传统的 这个小写意在里面 所以他的这个画就是说亚俗共赏 大家都能欣赏得了 生殖空间绝对大 所以如果是可以不买的话 咱就先把这个画留着 等你到我这个年纪 肯定会感谢你今天所做出的决定 我给出的报价是 第三个电流报价是 十万 下面来揭晓专家估价 来 五万 为什么呀 为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 艺术品市场上的一些常态 我们很多人把艺术品收藏当作这个股票一样进行操作 所以有一种心态就是追涨不追不涨 所以你看水平很接近的 有些画家上亿了 也有一些现在还在几万 所以汪耀城就属于这样 目前市场价位大概在八千到一万一瓶尺之间 但是不等于他的水平不高啊 他这个水平要有懂行的人来介入的时候 那么以后就会水涨床高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需要时间的检验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您好 原来这种大瓶就要这么拿是吧 甚至手伸进去这样拖着它 它这个坏了 这块有个裂纹 所以说 还真的是 它正面有个龙头非常的漂亮 但是在这个上面 我们看到这个瓶颈上 也有一个大概两寸长的这么一个裂纹 是到你手里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的 到我爷手里就是当这 您怎么称呼呢 我姓王 来自亨龙江 王先生您好 是我这角度问题吗 我怎么觉得还好有点歪 是 底下有点歪 真歪 一点点 但是这么大的瓶子 当时它烧的时候有这个收缩笔 歪点正常吗 正常 觉得它是什么时候的 光绪的 光绪的 因为它这个瓶颈上两条龙 然后瓶身上是有三条龙 这个龙还是一个五爪的龙 如果它是光绪时期的话 五爪龙是皇家专用的 那这个藏品的级别就非常高了 是 最高的时候好像 估了一千多万 如果这是真的的话 也一样 在你们家附近肯定可有名了 都知道你们家有宝贝 没有 这事不能说 悄悄的 很好奇 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这价格主要得看我杨老师 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的价格是 一千万 那下面就请专家来变甲时针 好 有请 这位吃饱人 其实我知道 他没有信心 他在台下就追着我 他说杨老师 你告诉我是真是假 我心里有个底 你现在心里还是很 对 很忐忑是吧 是啊 想最后知道一个结论 是 要不然这给一千万价 有点太不靠谱 咋办 自己也挺唏嘘的 大家看看 这个气形呢 叫天球瓶 华山论著 天球瓶 受西亚文化 影响极深的一种瓷器造型 是斗菜 底下是青花 这个口言部分呢 画的是如意云头 肩部呢 绘的是八吉祥 又叫暗八仙 底下是海水江崖 主要画面呢 是云龙文 我看了一下 有正面龙和形龙 一共五条 那么再看看底款呢 写的是大清乾隆年字 那我下面就要给你鉴定了 看看怎么办 我的最后鉴定结论是 真品 是光绪仿乾隆 带有寄托款的真品 应该叫做光绪粉彩 云龙文天球瓶 应该是不错的 我给你个定心丸 好嘞 我对它的形容是这样的 高高大大 按上站 放到书案子上 不是光摇也好看 陈设起来非常有气势 不错的产品 我再给一个估价 好嘞 专家老师的估价 已经输入系统了 下面就来问一下 我们的店主朋友 在市场上这样的藏品 什么价位 来 这支瓶的气形非常硕大 在当时呢 这种天球瓶 是用于堂屋的正中间的条案上 放一个天球瓶 是用于聚气的 当时非常的讲究风水 然后呢 这种瓶 我看到了 它在瓶口部和瓶的肩膀 肩部呢 都用湿的豆彩 所以这个 这一支瓶的品种 还是比较的少见的 2015年纽约加士德拍过一支 粉彩的九龙的天球瓶 尺寸跟这个类似 当时的成交价是 6万8千美金 和人民币44万 然后这支瓶 我给一个我认可的价格 第一个报价是 10万 中间捡的这三四十万 就是因为它有点乖 有点烈 是 品项有点问题 其他店主呢 它这个龙啊 立体感还是很强 它就是在浮在这个云上面的 不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些防瓶呀 云和龙的这个层次感 根本没有这么立体 没有这么鲜明 这个构图 这个布局啊 根本超越不了古人 这个瓶子又这么大 如果不惨 我觉得30万肯定是值得 但是可惜它裂了嘛 所以我给出的报价是 第二个报价是 15万 欣赏店主给出了两个报价 下面来揭晓专家估价 来 20万 这个呢 我觉得气心所大 它的艺术性 观赏性都很强 市场好的时候 可以卖到30万到40万 我按30万的给你估价的话呢 因为这里头有一条冲线 那么扣了10万块钱 我建议你啊 作为传家宝宝 就这个藏品也来自不易 传下去吧 用20万块是很好挣的 卖了以后不见得挣得来 好不好 好 给家里留个念想 书贝传下来多好啊 好吧 藏品可以获得 画山论念节目组 为藏品办法的真品证书 恭喜您 留待 您当时有了 您的教宝 哪儿过来的 台湾 从台湾过来的 远远过来 有信谢吗 来见吧 希望可以啊 哦 好 那你看我们节目多吗 有啊 就是因为看了 然后觉得不错 我再过来 就看你们节目 这个和这个《花山论见》啊 我最喜欢那个杨老师啊 我带件瓷线 你会让杨老师我看看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怎么称呼呢 大家好 我叫余桂华 今年53岁 我来这是黑龙江的 东北的 东北的 大姐 余大姐啊 我们来看一下 您带来的藏品 哎 哦 那真漂亮 好精致啊 而且它这个耳上 还有两个玉环这样连着 下面有的是三个小童子 对 真的很漂亮 这是您自己的藏品对吗 要说这个藏品啊 就得从我的一个 最要好的一个 这个好朋友 这好朋友 我们俩这个关系啊 除了老公以外啊 就是你我不分的 这么一个好朋友 闺蜜啊 对对对闺蜜 她知道我的那个 儿媳妇怀孕了 说的你要是得到一个孙子 我就送给你一个 好的那个礼品 哎 你还别说 我儿媳妇真给我生一个 大胖孙子 八斤多 又给我高兴坏了 所以她来了 来了啊 她打开这个 因为我睡一个小瓶子啊 有什么呀 这还好礼品呢 反正她说啥 这叫童子报平安 哎呀 我说这衣服太好了 但是呢 我就不知道 这小玉瓶上 到底是装什么的 让专家给我长长眼 反正闺蜜也是 知道咱们家里 有这么大的喜事 当一个特别珍贵的礼物 送过来了 但是就说这东西特别好 玉衣特别好 更多的就说不明白了 对 一是想了解明白 二是也知道 知道多少钱 收人到底多大的礼物呀 对对对对 首先请您 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好 常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五万元 这个贺里就不小了 但是作为古董来说 尤其是预期来说 价格也很容易就上去 请专家来变甲时针 有请 这是童子报平安 对 这个寓意完全正确 那么这个瓶呢 因为它和那个平安的瓶 这个音是谐音 所以一般来讲 只要是瓶 大家会想到平安 这三个童子 抱这个瓶子 就是童子报平安 这个做的呢 非常讲究 这个我们看它这个孔啊 躺得也比较好 但是呢 它又不像那个 有一种叫做 亨都斯坦玉 亨都斯坦玉呢 它追求的特别薄 那么这个玉呢 往往呢 要给人一种 凝润 厚重的感觉 一旦是太薄了以后啊 那就给人感到太通透了 这个审美不一样 我们讲这个玉呢 一般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 在明朝的时候 特别喜欢把这个玉啊 磨得很亮 它追求的是一种玻璃光泽 但是到了清朝以后 尤其是乾隆 清中期以后 特别喜欢 追求的是这种油脂感 真正的美感 是油脂感 而不是玻璃光泽 玻璃光泽 它就把这个玉的温润感呢 给去掉了 它这个口很小 应该说 这个放不了太多的东西 我们这个放东西啊 玉璽放东西啊 在古代也喜欢 你比如说 那个汉广陵王国 它就有这个 有一只熊 一只熊呢 这个飞熊 它脱了一个灵芝 然后身上一个盖子 是银盖子 这放什么呢 它过去是放丹药的 过去是古人喜欢炼丹 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呢 放不了太多的东西 如果放的话呢 也只能放那种 可能类似我们今天的那种 塞校旧行丸 这种小丹药 当然也不必强求啊 我一定得放 不放也行 放在那看一看 就是一个童子报平安的 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那么经过我的鉴定 通知 华山论件年度第九期 藏品海选鉴定活动 即将开启 时间2017年11月4号 8点半到18点 地点 厦门古完成三楼 华山论件专家团 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辩驾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 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 华山论件的舞台 垂巡热线 010-8414-8511 029-8986-3002 详情请关注 华山论件公众号 那么经过我的鉴定 这是一件清东期的 童子报平安 真品 请专家输入估价 专家的估价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不影响店主的报价 那轻中期的 这么精巧的玉器 市场上价值多少呢 在我看来的话 这个小瓶 未必要装什么东西吧 它也可能是 就是单纯的承设器 在古时候 这个非富贵之家 它是不会购买承设器的 因为承设器 这种瓶子的话 没有使用功能吧 对 它一是选料非常好 就选最好的料 才能做承设器 必须是紫料 无榴烈的紫料 才可以 二是在古时候 这个涛糖工艺 可以相当地繁琐复杂 不要看这么小瓶子 费时费工的 所以这么小 预质非常油润 我上手摸了一下 非常好 所以我给出的报价是 第一个店主报价是 十万 来 韩斯边啊 阿姨 你好 我觉得您不要介意 它是一个药瓶 然后它呢 是您朋友 对你们全家的一种祝福 它承载着真是满满的祝福 是吧 所以我给你一个收藏的价格吧 谢谢 第二个店主的报价是 十五万 来 这支小瓶的那个白玉瓶的玉质呢 非常的银润 然后雕工非常的细腻古朴 我们可以看下面三个小童 每个小童都是面带笑容 憨态可居 总体来说这个这支瓶非常的 非常可爱 然后2012年的天津秋拍呢 我曾经拍过一支白玉的童子报平安的瓶 当时成交价是22万 那支瓶的气身上棉非常重 但是那支瓶比这支要大一些 然后我给一个价格 第三个店主的报价是 十一万 价格都差不多 但是高于咱们的期望 对 下面就来揭晓张家的估价 来 十二万 这个价格十二万 是一个比较应该说 你在市场上要想把它脱索的话 是比较容易脱索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不够合理 不够合理在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个玉啊 是材料比成品贵 心里比老的贵 如果你要是找一个现在新的 所谓的大厨 苏州的或上海的 他们给你雕一个这样的东西 你可能20万都拿不到 所以呢 这个虽然不合理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存在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 好吧 好好的保存 谢谢 但愿它给你们全家带来平安 谢谢 谢谢 恭喜您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件节目 作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你经常看我们节目吗 对 经常看 提起一看 经常看华山论件 喜欢哪位老师 样式 我最喜欢的是样式老师 谁可以老老师 我看着他们都挺有内涵的 比运都很丰厚 我都喜欢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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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好 您怎么称呼呢 叶俊燕 我30岁 来自北京 北京小伙儿 带来这是什么藏品呢 您猜一下 看那个形状 这是书画 然后要不然兵器 兵器 兵器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影响片 对这个古兵器真是吸引 独钟每次去逛这些那个电影 都是爱不适合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好了 可以 来 好可爱 这个兵器是我见过最萌的兵器 是吗 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小胖手抓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兵器呢 这是明代的 反正我觉得就是明代一个铜锤 有点像这个养养脑 真可爱的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样一个兵器的呢 是在市场上得到的 对 市场上得到的 花了多少钱 当时买的什么是5万 他连个盒都没赔就5万 对 是不是又受到朋友的质疑了呢 所以才拿人来上节目 不是 因为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结婚以后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就是说那个妻子根本就不支持 我对这个收藏这个特别 所以让我有时候一哭不泪 他老觉得他同事朋友 都是用这些钱去买车买房 或者做其他的事的 就对这个 对我干的特别不支持 就是有时候回家经常会因为这些问题正常 矛盾升级 到最后就是到离婚的地步 我也是实在是没轴了 我就想把这个 就是因为收藏 他不光是一个爱好 花时间精力 他还是一个挺花钱的一个爱好 对对对对 所以夫人都不干了 对对对 你知道我为什么 对这个场景这么熟悉吗 身边挺多的 是 比如说厂上的这几位 有没有夫人不支持的情况呢 因为有生气的时候 两口子过日子嘛 肯定你以生活为主吧 那就是 明天还要买米 你去买那个瓶 买那个罐怎么能行啊 我觉得吧 作为女人来说 技巧就是牢牢把控这个经济大权 等物质差不多了 你看小康水平了吧 再微微放开一点 是吧 我觉得个人爱好得追求 但是咱还得脚踏实地 像现在孩子上学啊 各方面都是用钱的时候 你都满足了自己爱好 这用钱的时候 他一时又出不了手 我在那个没有眼力的时候 我也曾经走过一点弯路 我爱人呢 就没有对我就是横加指责啊 我很感激 我能有今天啊 我爱人对我的支持 其实我是非常感激的 终生感激 因为我知道 咱们在生意上 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的 夫人不支持的时候 咋整呢 小之以理 动之以钱 动之以钱 怎么动之以钱呢 这个你买一些东西吧 天天堆在家里头 他看着你烦 但你拿这东西 扒一下出去卖了 换一些钱摆在他面前 他一下就开心了 很简单 你不能光往家里买 你也得满足自己需求的时候 也满足人家需求 你得想想办法 让人家更愿意包容你这些 其实是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好的 常有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15万 请专家变甲时珍 有请 时宝人拿来的这件器物呢 确实很奇怪 这个铜头 铁杆 铜党 铜尾 那么最奇特的呢 是他的这个铜头 做成了一只人手 在握着一个 商周时期青铜兵器虎月的 就这样的一个造型 华山论柱 月 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 其形质似伏 任步明显宽于肩部 主要功用是砍伐和近距离进攻 在原始社会时期 月为成年男子的象征 从商周时期 月作为兵器的同时 亦作为仪仗礼器使用 月为王者专用 王者用月 以征王权 虽然造型奇特呢 但它还是属于打击型兵器锤的这个范畴 在这个宋元时期啊 一直到明代呢 就像这样的打击型的兵器 有时候会作为军队的那个主帅的军帐 或者是朝廷的这个朝堂之上的两边呢 作为一位礼仪用器 武士拿着这个长杆的就类似的这个器武 它是作为一种礼仪用器 在那个地方使用的 但是这一件呢 由于它的这个尺寸啊 它比较短小 那么像这样的器武呢 在古代也称之为手抓 明代的罗冠宗 它写的长唐武代师也一 这中间的插图当中呢 赫赫有名的飞虎将 石山太宝李承孝 它全身披挂手中持握的呢 就是和这件器武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兵器 那么可见这件这个手抓的造型虽然奇特 但还不是属于什么独家的 所谓的这个小说演绎当中的奇门兵器 它是属于那种什么呢 比较高级的那种制式兵器 那么刚才这个尺寸人自己 由于对这个兵器收藏的有点年份了是吧 也有点研究是吧 你自己认为呢 这是一个明代的 我们从它的材质 从它的工艺 从它的整个一个的 就是保存到今天的这个 真实的 就这样的一个品项 我们断定 它究竟是不是如你所说的 是一件明代的器物呢 我的鉴定结论 这是一件明代 明代的这个锤 明代的铁 它是一件明代的兵器 市场表现 电章朋友们 这个明代的这个锤啊 它是有一定的存实量的 它的两头那个尖还可以 就是在实战当中 就起到着击的效果 就是它的那个着力点非常小 它会造成内伤 如果你戴一个头盔的话 对刀砍是没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锤 就是对付那个头盔用的 而且这种打杂兵器呢 最近的那个行事啊 非常好 可以说是窜升 我们看看这个锤 现在窜升到什么程度了 好好好 我出一个保守的架吧 嗯 店主的第一个报价是 35万 这确实出不过意料 这件兵器啊 它做得非常规矩 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规矩呢 就是说它符合制式兵器的要求 看它的杆四棱杆 做的就是非常的工整 它的这个两个双龙吞 龙吞的雕刻也非常细致 鱼子地 包括它的这个握那个月 月上面还有雕刻 是熬鱼 正面是个鱼 然后背面是个鱼的鳞 就是它的整体细节处理 是非常到位的 赵兄也说了 说现在这个炖鸡类的兵器 涨价非常快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它便于鞋带便于把玩 第二呢 它是属于比较倒带的东西 而且它的完整性非常好 嗯 那我就给个价格 第二个店主的报价是 50万 没事 家庭矛盾解决了 解决了 这件明代铜锤存饰量并不稀少 而且行制规矩并不算是罕见的独家奇门兵器 但是店主赵刚和店主秦川分别给出了35万和50万的报价 远远高于藏有15万的心理预期 他们认为 这件铜锤盛在工艺精湛 气形完整 最重要的是 近几年炖兵器的市场行情呈现井喷式上涨 那么专家的估价会不会与店主的观点一致 这类兵器的市场前景是否真的如此诱人 通知 华山论剑年度第九期藏品海选鉴定活动即将开启 时间2017年11月4号8点半到18点 地点厦门古湾城三楼 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垂巡热线010-8414-8511 029-8986-3002 详情请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下面我们来揭晓专家估价 来 30万 我们古人铸造这类冷兵器 它不但是作为一种杀人的利器 它更多的时候也寄托了我们工匠 对器物的那种高超的手艺 和他们精妙的那种 这种艺术想象力的那种在线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一件全我 它跟我们的这个人的这个手的这个形状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非常写实 另外呢 你看它的这个吞口 我们一般见到明清时期的那种吞口啊 它基本上就是龙吞瘦吞 它是单面的就是一个龙的嘴巴过去 但这一件呢 它雕成了双面的 就是你哪一面看过去 它都是一个吃牙裂嘴的 非常威猛的 同时呢 又非常精妙的 一个瘦头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从上到下都是 可见这样的一件兵器 它日日伴在一个有非常高超的武艺 或者说是有很高的学士修养的武将的身上 它对它的那种喜爱啊 确实是不是像一般的士兵 对待一件兵器这样的一种感情 可以逼你的 因此像这样的 现在30万块钱 对于这样的兵器的一个市场这个估价 我们认为它绝对是物有所知的 藏片可以获得 《华山论见节目主义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拿回家也交给夫人保管 好吗 恭喜您 有请 您想看我们节目吗 请查看 期许的看 每期都看的 每期必须看 非常专业 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收藏机会 和鉴定机会 下面就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您怎么称呼呢 大家好 我叫李文青 来自北京 这是北京的李先生 对 你带来的是书画作品 我们就通过大屏幕先来看一下 我这是带来这个副作品 是官梁的五剧人物主 真的 我每次一看到官梁的作品 我就特别想笑 因为它都特别Q 特别萌 官梁可不是一般的官梁 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大字落语 大字落语这个成语最好的说明了官梁作品的特点 它是很高的 但是很多人误以为它水平不高 像儿童画乱画不会画等等 分明是他们看不懂 有很多不懂的人都说这幅画是假的 原因说太丑了 可是您说这个大师的话怎么能叫丑呢 但是您看这个脸上这一条 那是各有各的特点 我只是一个收藏 我要需要它的价值 我跟您说吧 官梁的真画我看起来 也觉得像现在网络上流行的搞笑表情包 所以说我今天我本质画拿来 让专家给鉴定鉴定 说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听 而且如果是真的 也带领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官梁的画到底它没在哪儿 对对对对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来 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 40万 对 40万 觉得它绝真无疑 我肯看重这幅画 请专家来辩假时针 有请 官梁的画因为它是一种孤高绝熟的类型 它把中国书画的笔墨跟造型推到推到很高很高 很极致的一种高度就是极简 那么难度就非常大了 所以官梁作品的鉴定 预示着书画鉴定的一个关口 所以这是个关键点 那么怎么看它这种画的真跟假呢 关键的还是两个问题 一个笔墨 一个造型 因为官梁的笔墨是极端浓缩了中国书画的这个优质笔墨的特征 那关键就是它的笔一定是很厚的 很有韵味的 很有表现力的 还有它用了很多墨块 特别是上衣 你看它用墨块来表现 那么墨块是很粗货的线条 是不是 那每一笔都要表现一种体块的一种体积 把身子的极笔就要画出来 既能画出上衣的那种感觉 又能画出人的身体的一个结构 所以线条跟墨块 它是有机的组合的 还有它这个造型 它是神式的极端 一定是变了以后变得很美 很耐看 很有韵味 很有思想性 所以这个也是难辨别的 那么这件作品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我的鉴定结论是 通知 华山论剑年度第九期藏品海选鉴定活动即将开启 时间2017年11月4号8点半到18点 地点厦门谷完成三楼 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垂巡热线 010-8414-8511 029-8986-3002 详情请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那么这件作品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我的鉴定结论是 你摆的姿势再好都没有 这是艳屏 不可能 不可能是艳屏 你看我就告诉你几个要点 你看它上衣这个墨块 那张墨块是很简洁的一笔是一笔 它好几笔才画出一个墨块 是不是形不成这种肩膀啊 手臂啊这种结构就没有 皮塌塌的 还有最明显的这个半头 三段 长 短 长 它这个都连不成一个四 感觉上中间有弯曲了嘛 这个也是绝不可能的 不可能不可能 以前节目中来过这个作品 不行的 还有它这个脸上黑的地方的描画 是慢慢描出来的 没有比翼 没有立体感 节目中已经来过 这个是乱画一起 不可能是真的 我跟它对比过 听什么说你算是假的 也没有用 还有你看这个靴子 不可能 那两个靴子是太明显 不会画真像耳朵 我和那个灌篮的作品比划 没有立体感 相比划 一样的丑 反正我的鉴定 就认为它是假的 信不信由你 您先别着急啊 你说的有道理吗 不可能是假的 我在那个那个 我的常有朋友圈里头的人 全说是真的 你对你的鉴定 你得负责的你 我当然负责了 绝对负责了 百分百负责了 你一个人也说了不算 您先别着急 我得听那个 店主的那个意见呢 一个人也代表不了 官良的作品呢 其实它 你可能觉得它像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官良的作品 它比较执着 它比较夸张 但是呢 刚才这个专家老师也说了 官良的作品 它的画作大智若鱼 那么大巧若拙 您这幅画 其实是非常 非常操的一个艳品 这位兄弟呢 对他自己的作品呢 很是自信 从这个画上来讲呢 首先先倒指一下 从这个提字 官良这写的两字 就不符合 您刚才说了 您查一些资料 这个书法提的很不到位 像个才学书法人写的 印章也不行 但在这种画上来讲 中国画讲究笔墨关系 官良呢 他以他斗道的这一种 对中国画的一种见解 他画的东西 极其夸张变形 另外呢 他用笔放 方面这一块儿 喜欢用偷笔 另外他都说 用的线条极简 您这个有一些琐碎 下笔不肯定 让我看 这一幅 只能算是个 中等偏下的一个防品 防品 对 我的意见也是这样 我保留我的意见 我还要到别处去看一看 行 行 咱尊重你的观点 我觉得你们这个部门 我不相信 对不对 我还要找那个 讨的部门 我们再坚定一下 可以的 我就不信这个事 这位常友 您别着急 这只是我们的意见 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意见 我们建议你可以去拿一些 好的鉴定单位去鉴定去 好不好 再印证 印证我们的水平 还有一个呢 有些专家是这样的 你是对的 你可以支五十万 您问他 你买吗 你问他买不买 减个零 你问他买不买 我们是这样的 如果我说是他四十万的话 我可以用三分之二的钱 立刻买你的 我是要负责任的 你明白吗 是吧 所以没关系 杨老师说的对 我就是这样 我官联都买了十几幅了 对对 不着急 我看见迟早真假都错不了 那我回去 回去 我再找个高级的地方 我再鉴定一下 感谢您的参与 再见 其实我们在这个舞台上 通过很多藏品 跟藏友分享了很多知识 我们也希望把收藏当中 一些好的理念 也跟大家分享 共同学习 共同成长 那本场的所有藏品 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再次感谢专家老师 和店主朋友们的 精彩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那本期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感谢天涯古安城队 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 继续相约 《华山论见》 我是田田 下周见 再见